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呢 就是所谓的classroom management classroom management 什么是classroom management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教室管理 好,那很多妈妈说啊 林老师你好辛苦啊 你跟你的assister就是我的助理 或是有些人说classroom aid 就是我的教室的助理很辛苦啊 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小朋友这样子 那小朋友四五岁啊 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 他们上课难道不会很吵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classroom management 就是教室管理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说你到一个班上去 不管你教几年级的小朋友甚至大人 如果他没有办法保持安静 给你所有的专注力的话 你所有的教学都是白费的 所以第一个 你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呢 有时候甚至要用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去训练他们 就所谓的你要设定classroom rules 就是教室的规则 那教室规则你怎么可以怎么定呢? 因为我教的是 preschool嘛 preschool就是四到五岁的小朋友 所以呢 我们就要针对他这个年级去设定 什么是他你想要的教室的秩序的一个状况 好那第一个呢 小朋友很喜欢鬼叫鬼叫啊 大声讲话或甚至唱歌啊跑来跑去啊 所以你第一个定的呢 就是定 indoor voice 什么是 indoor voice 就是室内讲话的声音 你如果是在外面讲话就可以说是outdoor voice 那因为在教室里面嘛 说indoor voice is very important 就是在教室里面讲话的声量呢是很重要的 你就跟小朋友讲 我们classroom rules呢 有几个是你们必须要遵守的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indoor voice 你要一定要用indoor voice 第二个呢 因为小朋友嘛十五岁 为了抢玩具啦 所有的一些lilicoco的理由都可以吵起来嘛 所以你第二个设定的 你就是可以设定take turn 或是要教他们怎么share 那这个take turn跟share呢 都有很多童书可以搭配 如果你需要资讯的话 再请留言给我 通常呢 我们在第一个跟第二个星期 我们都用都会用一些童书啊 或是一些歌曲 然后跟他们分享说 在班上怎么跟你同年级的小朋友相处 要不然以他们在家里那一套啊 跟哥哥姐姐啊弟弟妹妹打起来呢 那状况就会失控 好那第三个呢 always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这个呢 在美国的呃 就是大部分常常用来 就说什么是magic word 就是那个呃 magic word 老师都要讲 what's the magic word 然后小朋友就说please 要说请这个字 所以呢 你要跟他讲 always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总是要说 请还有谢谢 always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好那第四个呢 就是open your eyes turn on your ears and be quiet 或是zip 意思呢就是open your eyes 确定眼睛要张开 为什么 你跟小朋友确定他眼睛张开呢 难道他眼睛不是张开的吗 你如果到prisquare班上去看 很多小朋友啊 在上课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会睡着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喔 班上的规定是 要确定你要open your eyes 因为你不知道昨天晚上 他跟爸爸妈妈 还是弟弟没玩到多疯啊 几点睡觉你都不知道嘛 所以来班上 有时候你在讲circle台 就讲故事的时候 你就看到几个小朋友 眼睛慢慢的慢慢的就闭起来了 所以你要跟他提醒喔 hey open your eyes 然后你要跟他说turn on your ears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啊 小朋友在玩起来的时候 他完全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你就turn on 这样就打开嘛 打开你的耳朵 turn on your ears 其实这是比较卡通话的说法 但因为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 讲话你就是要这样跟他讲啊 用一些比较卡通的 比较逗趣的方式 一些比较幻想的方式跟他讲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turn on your ears 然后be quiet 然后有些老师会讲说是zip 就是zipper嘛 就把向大力量拉起来zip 好那我们来复制一次喔 你就跟他说 make sure you open your eyes turn on your ears and be quiet 还是你可以问他 啊 你就跟他说 did you do you turn on your ears 就这样问他 他就说喔 sorry 他就把耳朵打开这样子 好那第五个呢 hands to yourself 这什么意思 就是手 放在你自己身上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嘛 都摸摸西摸摸啊 这个隔壁小朋友戳他一下 捏他一下 手就会乱动 所以这前五个呢 是非常重要 有些老师说第六个也是很重要 其实我也是觉得是很重要 就是raise your hands 就是你不管讲 你要 你要take turn 就是讲话的时候 要轮流嘛 有时候你还在讲故事啊 你在问问题的时候 小朋友就 你比如说问他一个问题啊 全部小朋友都举手 然后就开始讲他的事情了 然后你要跟他讲说 raise your hand so you can have your turn 而不是你就开始抱你要讲的事情 好那 第七个呢 就是你要跟小朋友讨论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让他们有参与感 你要他觉得说 哦老师都是你要定规则啊 那你也在这个教室里面啊 那我们算什么 我们也要定一些规则 好那你就让他去定嘛 那小朋友就会定很奇怪的规则 这时候呢 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因为在四五岁这个年纪 你就是要鼓励他讲话 你要鼓励他动 就算他讲出来的话很好笑啊 很没有啊 无厘头这样 都无所谓 因为你就是要他 创造一个open-ended communication 的环境给他 什么叫做open-ended 就是没有确定答案 永远可以一直谈下去 不是只是yes or no 就是事涵不是答案的 而是你让他讲一句话之后 你可以继续一直跟他聊 无止境的一直聊下去 这个就叫做open-ended 好那你知道小朋友讲什么吗 他说you can eat candy any time you want it to 就说你在办事 你可以随时随地 就要吃你的糖果 好那你就可以问小朋友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classroom rule? 他说你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室的规则吗? 小朋友就说是啊是啊这样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把健康教育啊 然后一些要吃健康一点的 这种理念带进去跟他讲说 If you eat too much candy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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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你吃太多糖果的话 会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反正就跟他们在那边 一问一答之间呢 顺便训练他的脑力嘛 也让他练习他的说话 之后呢 你就要跟他讲 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good classroom rule 好 那可以有七八九十点 都让他们去订的OK 只要你觉得合理的 你就可以继续加下去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喔 classian rule 就是教室秩序 第一个indoor voice 这个indoor voice 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呢 整个班上会炒得跟菜市场一样 甚至比菜市场更炒 那这样上课就上不下去了 第二个take turns share 在小朋友15岁这个年纪 take turns and share is very important 就是你要教他要大家要 怎么讲 take turns 就是轮流嘛 share 就是分享 好那第三个呢 always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please 就像美国人讲的 magic word 你要叫人家做什么事啊 what's a magic word啊 你要叫我做什么 把那个字讲出来 你要说please 就请 就是总是要说 请跟谢谢喔 这两个字要记得挂在嘴边 好那第四个呢 open your eyes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上课上到一半会睡着 或是有时候眼睛就闭起来了 可能去梦做工的 或是发生什么事 你就要提醒他 open your eyes turn on your ears 确定你耳朵打开喔 你要听到老师在讲什么唷 然后最后呢就是be quiet 或是zip 好 第五个呢 hand to yourself 这样才不会造成 你等一下脱我握一把 等一下我捏你一下 你戳我一下 秩序会大乱 第六个呢 raise your hand 不管你谁的 轮到谁讲话的时候 你raise your hand 我才会叫你喔 但是如果你raise your hand呢 我还没叫你 就把答案说出来 或是把一些不该说 不是到你的时候的话说出来呢 我就不会再叫你了 好那七八九十呢 就是跟小朋友讨论 要借着讨论的时候 跟他们做一些问女答的练习 那第二个呢 classroom management很重要的就是 clean out跟transition time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clean out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小朋友会不愿意清理 为什么 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啊 你为什么要先把东西收一收 然后transition呢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circle time 然后我们下一个要到playground去玩了 然后你要怎么样在一节 跟一个活动 跟一个风中之间的做连结 而不是找一片大乱的时候呢 你整个教室看起来秩序就非常的差嘛 而且小朋友会失控 他觉得啊一个人在鬼叫 我也要鬼叫 就是他们所谓的monkey see monkey do 就是monkey看起来做什么他也要做 就是一群monkey在里面班上嘛 你其实讲15岁这个年纪 他们自上就跟monkey其实差不多了 所以呢 你在clean up 就是收拾玩具的时间 或是transition的时候呢 transition的时候呢 你就要跟他讲 你跟小朋友讲好 I'm going to turn the light off 所以你要把turn the light off 是什么意思 把灯关掉了 好 你跟小朋友说 When I turn the light off means hands up Hands up是什么 把手举起来 你看到hands 两只手嘛 加个s 我们看到hands up 所以你把灯切掉说 你就跟小朋友讲说 The light is off What should you do So the light is off 灯已经熄掉了 What should you do 你应该做什么 小朋友就会自动跟你讲hands up 为什么hands up 就表示他没有在玩啊 不然你没有跟他说hands up 你只把灯切掉 小朋友还是继续玩啊 没有灯更好玩吧 更刺激吧 所以你要确定他把hands up 就是表示他没有在摸任何东西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开始清洁了 或是换到另一个活动去 好 那你现在是清洁时间嘛 第三个就是你就可以唱这首歌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everywhere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do your shirt 如果你不会唱这首歌的话 你可以到YouTube上去找一下 这首歌叫做Barney clean up song Barney就是一只紫色大怪兽 然后他有很多教学节目都很好看 已经很多年就是一个系统这样子 小朋友很有名的一个儿童教育的电台 然后你就开始唱嘛 你在编唱的时候你要这样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everywhere 你要拍手 因为这个肢体员对小朋友 他就跟着你做了嘛 你就知道他的手在拍手 他没有在摸他的玩具的 好唱完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了 他们不是开始收玩具的吗 这时候你就开始call name to carpet 或是rock 看你们叫是不是一个carpet 还是一个rock 你就可以叫名字了 为什么 想想看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clean up 为什么你要开始叫小朋友的名字 因为你会发现 有很多小朋友 他根本没有在收拾玩具 然后有些小朋友 他真的很认真在收拾玩具 然后你就开始要叫那些 很认真收拾玩具的小朋友 你就不要再收拾了 你就去那个地毯上做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有空间 那那些在旁边摇头放哪 不肯合作 不肯clean up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他一定觉得 为什么他被 譬如说jayme 他很认真收拾玩具 为什么他被老师叫到 坐在地毯上 而不是叫我 那就可以看他 Because you're not clean up 你就可以跟他说 因为你没有在clean up 在那边摇头放哪 在那边做博士兰啊 所以你就把认真收拾玩具 一个一个叫 然后这情况呢也是 你可以就是一个一个 帮他回归到秩序嘛 所以你的assistant 就是你的助理老师 或者是你自己是助理老师的话 你的lead teacher 就是主要的认课老师的话 他就可以去顾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在carbet上 一个在顾 这个老师呢 他就可以一个一个叫 这样你就可以慢慢慢慢 把小朋友回归到秩序上 好 然后如果你是在carbet 这个老师的话呢 你就可以count down with different tones than boys 为什么要count down 因为如果已经很认真 说玩具的小朋友 被你叫到carbet上去 对不对 其他那些不认真 你觉得他会认真吗 有些会被警觉到 他说蛤 为什么没有叫我 那我赶快去搜搜搜搜 那有些呢 呃比较呃 神经比较大条小朋友的 他还继续在remour嘛 所以你就可以count down count down 就是倒数嘛 那为什么要用different tones 还有different voice 因为如果讲真的 如果你譬如说 10 9 欸是不是很无聊 你就可以用不同声音 你就说ok 那是count down with kitty meow tone 怎么是kitty meow 就是猫的音调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跟你开始 喵 10 喵 9 喵 欸 这样就会换起小朋友很大的注意力 你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就开始注意到 欸 为什么玩具收好的小朋友 已经在开始count down 在开始倒数呢 他们是要开始玩点个游戏 那我要赶快把玩具收一收 我要加入他们的团队 然后第二个呢 的目的就是你要让他 就是 怎么讲 让他注意力更集中 因为你每次如果count down 都用固定的声音的话 一来呢 这小朋友的脑力没有达到 达到刺激的效果 第二个呢 你没有让他有机会练习 因为比如说你在教farm animal的时候 每个farm animal 就是农场里面的动物 它会有不同的声音嘛 你就不可以这时候做个练习啦 所以你把声音带进去 你就把以前教过的 你什么animal的声音都可以带进来 甚至你可以教肢体语言 在count down的时候啊 你可以学鱼啊 游泳这样 10 不不不不不 你就边倒数边游 你这个小朋友说 10 finger swim like a fish 然后开始count down 所以不一定说只是用声音 就是你越把以前教过的东西 或者是他们正在学的东西 加进来呢 除了你可以说是一个recall 或者是review 就是让他做复习的动作之外呢 你也可以到另外一边 在收玩具的那些 动作比较慢啊 甚至不愿意收玩具 小朋友警觉到说 啊他们已经在玩了 我也要去玩 为什么还在这里收玩具 因为你刚刚没有收啊 所以我没有叫你啊 我没有call your name to the carpet 好 那第六个呢就是line up的时候 基本上的小朋友在carpet上做好嘛 都乖乖的时候啊 你就老师会一个一个叫他们来排队嘛 因为可能是要去上厕所啊 吃午餐啊 然后你如果叫他们line up啊 比如说你是说 Vio please line up Merry please line up 这是不是很无聊 而且你没有达到所谓的教学的效果嘛 所以你通常呢 我们就是会叫他identify first name 或last name 那老师这些呢 字卡都会先做好 那你就抽嘛 比如说你抽到 第一个是Merry 然后你就拿起来 你就问他说 whose name is this 就说是谁的名字啊 star was m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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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然后Mary这时候通常都会意识到了 而且很多小朋友他认字很能力很强 根本你还没发那个音来提示他说 他马上就说It's me 然后你就问他What's your name 然后他就说Mary 然后他就可以去Line up 好那同样可以用在First name 就是他的名字嘛 你也可以用在他的Last name 就是他的姓 一来呢是让你的Line up 就排在这个时候呢 不要造成说我只是单单纯纯的Line up 因为基本上在Prisco教学呢 学校是希望你无时无刻 都把教学的那些状况带进来 所以Line up的时候呢 你叫他名字Line up 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做法 你可以用很多很多方式 那第二个我们很喜欢用就是Pick Two Colors 比如说啊 四五岁小朋友他们在学颜色嘛 你就可以说 比如说John是Line up的好了 就是班长好了 你是说John Pick Two Colors 然后John就会说 If you have blue and red Please Line up 小朋友就看他衣服 鞋子啊 袜子啊 甚至一些饰品他就看 如果他身上有Blue and Red 就是有任何蓝色 或是任何红色东西 他就可以去Line up 这就是让他们做一些颜色复解动作 还训练他的观察力 因为有些小朋友啊 他自己观察到他身上有蓝色跟红色 对不对 他隔壁那小朋友可能是个小笨蛋哦 他明明也有蓝色跟红色 但是他不会注意到 这时候小朋友都互相观察说 嘿 譬如说Jimmy You got blue and red Curry up 然后Jimmy就会看 他本来没有意识到 他看了半天 他没有看到Blue跟Red 然后因为他的隔壁小朋友 跟他提醒他就看一讲 Yes I do 然后他就赶快去Line up 我也有蓝色跟红色 就造成就是让小朋友 一来说让他们去观察别人 二来就是互相帮助的概念 但是基本上是不希望说小朋友 整个就疯掉了这样 啊你有蓝色你有红色没有 通常他们就跟隔壁讲说 You got blue and red 很厉害 或是这时候你的助理老师 也会很思想跳进来 就说 I saw somebody have blue and red and his name starts with a w 那是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就会 My name is Wilson My name is Wilson My name starts with w That's me 所以不只是训练他 认识他身上有蓝色跟红色 他也会想说老师说 就说有人身上有蓝色跟红色 然后他的name start with w 他就开始在想 哎 我的名字真的start with w 因为我的名字是Wilson W-I-L-S-O-N 就是让他去recall他的名字这样子 好那 再来第三个 我们常常用的这 one letter 或是one number six 你就可以用 你可以用字卡 你也可以用手指去比 或是你可以拍拍手比 所以你就问他 How many times 然后小朋友就开始讲嘛 几个 好那第一个讲就叫他去line up 其实这个line up这些游戏呢 就是看你们班上小朋友的程度啦 或是看你们现在教学到哪个地方 而去做不一头的变化 而不是单单的只说 哦那我们就line up吧 Everybody line up 然后就抢着一窝蜂啊 大家一定是用挤的嘛 或用抢的嘛 或者是很无聊啊 就是老师叫谁 那谁去line up 完全没有把今天学到 或是以前学到的 做一些复学动作 好那第三个呢 很重要就是tie out tie out是什么 就让他在旁边冷静一下 这时间呢就不是你的了 为什么要tie out 其实有点就是处罚嘛 因为你今天都没有跟上 就是没有follow coation rule 这些都没有follow 然后在clean up的时候啊 你也不配合 全世界形态的时候 你也不配合吧 这时候呢 处罚的方式就是贪药 因为在美国你是不可以 有身体接触的 你不可以说 呃 你就可以跟小朋友讲 因为通常呢 小朋友 比如说四五岁 你胎药的时间就不能超过四五分钟 所以比如说他今天五岁 你顶多胎药的时间 就在要他旁边坐着的时间呢 不可以超过五分钟 如果他只有四岁 你就不能让他坐超过四分钟 那胎药的时候呢 大部分我们都是在 比如说到操场去玩的时候 要他冷静一下 胎药的目的就是要他冷静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 Alison啊他今天只有四岁 好那今天上课整个过程啊 他就是完全不配合嘛 好那你就跟他说 那我们现在Everybody's playing嘛 然后你就是要胎药 那他四岁你就要看你的手表 确定 不要让他在旁边坐超过四分钟 然后让他四分钟之后呢 你就跟他讲说 Thank you for being so good during time 就说谢谢你啊 在这个冷静的时间呢 表现得很好 因为你要教他嘛 你不是跟他讲说 Thank you是很重要吗 所以就算他今天很不配合了 但他也乖乖坐在那里啊 坐了四五分钟嘛 你要跟他讲 Thank you for being so good during time 好然后你要放他走 对不对 你怎么不然就这样轻轻 双双放他走吧 他整天在那边捣蛋了 捣蛋一整天嘛 那你就可以问他 Can you count 1 to 10 for me 因为他要走去玩了嘛 小朋友这时候脑力就开始激掉 因为我真的要去玩嘛 我怎么可以数不出来 我数不出来老师就不放我走 好那他就开始了 1 to 1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呢 他学习力更强 更有创造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说 Can you count 1 to 10 for me with piggy sound 就学像猪一样的喊 1 to 10 或是说Can you count 1 to 10 for me also clap your head 就是说你数一到十的时候 顺便拍拍手 就看你小朋友他喜欢什么 去做调整 或者是你可以问他 Your name start with later 如果他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趁放他去玩的时候 这时候教他 他马上就会记起来 因为人嘛 在紧张啊 刺激的时候 什么东西马上都记起来的 所以这时候 越小的朋友就越教他 Your name start with later 比如说他叫Wilson吧 他就往前你就说 Look at my finger Eğer 然后他就是 你就说WWW 我我我 Wilson 然后就跟你做 好他做盾就可以把他走的 然后就可以跟他讲 You may go play now 对不对 好那这些是处罚嘛 那难道小朋友很乖很乖一天啊 都follow Clarksonρω啊 那你很乖乖的clean ministries 全新心他也都很配合 难道都没有一些奖励吗 好最后我们讲就是reward 所谓的奖励 好 好然后你要设计的reward呢 你不能讲说好 因为小朋友今天都很乖说我们下课之前我们发糖果 这是不行的 因为不管你在上课出发或是奖励啊 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跟教学有关 所以你的奖励方法呢 你就是要找一些 Activity Relate to the Learning Target 就是任何活动就跟你今天学习的目标有关的 好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三个星期我们在讲是 Under the Sea 就海底世界嘛 好那我就带了一个钓鱼的玩具 那今天很乖的小朋友啊 比如说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几 有时候不乖嘛 就说Well you can only get two eggs If you got two eggs 就是你可以有两个叉叉 如果你有两个叉叉呢 你今天就不能够在这个Reward Time就不能玩了 然后比如说你看小朋友得到第一个叉叉 有些小朋友没有得到叉叉 有些小朋友可能被两个叉叉 就是他今天不能够玩这个Reward Time 那这Reward Time呢通常就在回家前三十分钟 因为你不希望说这个游戏的时间太长 但你也不要说真的短到一点那种奖励的感觉 都没有嘛 所以二三十分钟呢是一个比较 適合他们的小朋友年龄的一个时间 那这时候呢比如说今天都很乖啊 完全都没有得到叉叉的啊 然后你就叫他嘛 我不是带一个钓鱼的玩具 比如说Edison今天都很乖 No eggs 好你就可以叫他来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你今天要钓三只鱼嘛 钓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你的Galming worm或Galming fish 这在美国人是小朋友很喜欢吃的一些糖果 那一大包才一块钱 然后你说他太甜也不是太甜 你说他没有营养也不是什么没有营养 其实就是吃个嘴馋的 但是你也不要说一次给他五六条 你就是不一定是好嘛 好Edison今天没有叉叉 John也没有叉叉 好他们两个一人坐一边就可以钓鱼了 钓到三只鱼对不对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What color is the fish 然后他就跟你讲红色啊 蓝色啊绿色 讲对了 好你就跟我问他 Do you want to get me warm or you want to get me fish 他们就跟你讲 Oh I want to get me warm 然后他就挑一只那个黏黏的啊 有一点像布丁啊 那种感觉的get me warm 他就可以在盘上吃掉 下课之前吃 然后John可能就说 他钓到黄色黄色粉红色的鱼嘛 那就问他What color is this 然后他就说Yellow yellow fish 答对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I want gummy fish 好那他也可以吃他的gummy fish 你就先把那些整天都听话了 奖励嘛先让他们玩 好那得到1X的呢 他也可以玩啊对不对 但是也因为你有得到一个X嘛 刚刚没有X的小朋友 他钓三只鱼就可以吃了 那因为你有一点点不太听话 没有遵守教师秩序 所以你要钓五条鱼 而且五条鱼的颜色都要讲对 你才可以选Gummy warm或者Cummy fish 类似这样子 其实就看你们这个月或这个星期的主题呢 然后去设计任何跟学习有关的活动 好然后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问小朋友啦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星期 讲就是Under the sea嘛 然后如果小朋友很乖 你们希望得到reward是什么 小朋友就跟你讲 啊这个啊我们要去 比如说我们要去GEM啊 去玩啊 然后提早去玩 然后这个是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GEM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体力训练的活动啊 那除非小朋友讲一些他们的choice 就是他的选择呢 是比较奇怪的 那你就说不行了 要不然小朋友的choice通常就是还蛮不错的 你就可以答应他们 然后第三个呢 很多学校很喜欢用 他们就是Party on Friday 那因为我们学校只开Monday to Thursday 就是开一到四嘛 所以小朋友就比如说星期一就讲好了 这个星期我们都很怪话 老师那我们就是Party on Thursday 好Party on Thursday 这时候呢就是老师 因为他们已经是 他们是表示说一到四都很乖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老师就要试相一点啊 比如说你要准备一些牛奶啊 或是一些Pubcorn啊 就是一些小零食 但是又不会说他吃太饱回到家晚餐吃不下的 然后一起来Party 那他们就喜欢做什么 其实通常就是看电影啊 小朋友就很喜欢看电影 就是有点是同乐会 但他们又不想说 啊错过他们的电影时间 因为这个年纪小朋友就很喜欢看一些卡通类似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灯关掉啊 然后小朋友可能带一些枕头啊 然后老师准备吃的啊 但是请不要准备太隆重 因为他回回家呢吃不下晚餐 那这个也是很糟糕的一个结果 好那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 啊怎么样呢 让 preschool 的班 就是上课的时候更有秩序 然后小朋友也会在游戏中学习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你要设定好 classroom rule 教室的规则 endore voice take turn share always say please and thank you open your eyes turn on your ears and be quiet zip hands to yourself raise your hands 那七八九呢 让学生自己去订 clean up transition time turn the light off hands up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everywhere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do your share 这个呢这个歌曲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 barney clean up song 很有名的 第四个呢 call names to carpet 第五个 count down with different tone voice line up identify first or last name pick up two colors if you are a boy or girl please line up what color or number is this 我们刚好像没有讲到这个齁 其实这个还蛮好玩 就是if you are a boy please line up if you are a girl please line up 想到小朋友就 有时候他还在想啊 然后你就说 jamie are you a boy or a girl 然后他就可以笑 sorry I'm a boy 然后他就去line up 这还蛮好玩的 好 再来就time out 就复发时间 thank you for being so good during time out can you count one to ten for me your name starts lat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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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ay go play now reward时间啊 activity relate to the learning target under the sea fishing game gummy worm or gummy fish students choice party on friday or thursday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的 其实之前上传的教材呢 都会在我的google drive 如果你不知道我的google drive的话呢 再请下面留言 我再分享一次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欢迎您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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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